被稱為台灣噴射機的籃球國手張忠憲 目前任職於寶島夢想家 但是呢 沒想到他進射毒被逮 稍早呢 他被移送到台北地點署的時候呢 最後檢察官開庭約半小時 最後呢 將他限制住居 但他出庭之後呢 遇到記者呢 都是一句話都不說的 而且是直接是低頭 在律師屁籠下直接進到車內 而稍早呢 警方這邊也開了記者會說明 我們來聽聽最新訪問 那有關煙瓶的部分 他是在朋友的聚餐上 經由朋友的朋友有轉交給他的 這個部分我們的偵查隊 後續還會再進行後續的偵查作為 根據警方調查呢 在15號5夜呢 當時張中線呢 是搭乘計程車 經過市民大道跟父親北路口的時候呢 剛好是大安分局的零檢點 警方當時發現呢 是他沒有吸安全帶 讓他請下車 但是他身上呢 卻發出大麻的味道 要求他呢 是不是有 呃 交出身上的物品 他才坦承呢 身上有電子煙 那 警方呢 當場是驗出身上 他的這個電子煙裡頭有大麻油 因此他才坦承說呢 這個是朋友給他的 但是呢 我們稍早呢 也電話詢問了 這個他的寶島夢想家老闆張成中 他初步回應呢 是說呢 由於呢 已經坦承他是有用毒的部分 將會呢 對他開除處分 目前呢 警方呢 也會做後續的調查 達 Tamara 薩志堂 結果是急賦